hello 大家好 从医院回来 医生指出我要多卧床休息 但是也不要24小时的卧床 就是偶尔也可以下床活动一下 就是走一下 说实话你叫我24小时卧床 我也卧不起啊 睡了那个腰酸被痛 那医生就说可以稍微的 就是出来活动一下 要慢慢的 要慢慢这样子走 我睡不着 大白天的 哪个大白天的都在家里面睡得着觉啊 然后我就出来走一下 桂花树居然接果了 你们有见过吗 桂花树接果果看到没有 感觉有点像那个蓝莓 这个会不会是广西的蓝莓 这个不能吃的 空气好几哦 太多太多 慢慢的在这些地方走一下 怎么说山里面的空气就是清香 就是好很多 所以有很多城里面的人就说 我好喜欢大山了 大山的空气都是清新的 确实鸟语花香的 它这个卧杆 不是摘了吗 怎么还剩这么多在树上 这些都是选出来的 选剩下的 这种油 现在还是小小个的 不过在农村就是 很多果子吃都是这样 其实我也很想吃啊 但是我也是吃腻了 也不行 因为太多了 每个每个每个树上都有这么多 你一个人能吃多少 是不是 一天坐在这里吃你都吃不完 一棵树好多 在农村就是这样果树种的多 然后挑选上来的这些啊 圣果啊也是很多 这里的空气就是好舒服 好舒服 今天有点热 吹点这个风啊 吹起来更舒服 又不热 又不冷的天气 是最好的 就这里站一下 等一下准备回去了 站这里吹这个风 真的好舒服 空气也是很清新的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是正宗的山沟沟 我老公说了 他们以前就是还没有修这个路的时候啊 就是走路去街上要走 我给你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 要走两三个小时 我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站到这个山沟沟里面来呢 不过没办法 叫得叫了 现在已经上贼船了 这个天气啊 准备要下雨了 又黑下来了 也休息了 这出来也够了 20分钟也差不多了 其实 我们做事馆以后啊 也不要太焦虑 就是一定要多听医生的 医生叫你多休息一下 你就多休息一下 因为他是看每个人的体质嘛 是吧 我跟大家讲了 我的天医生的话乖乖的回去躺着了 哈哈哈哈 出品了 现在还帮你 对吗 好 对吗 对吗 希望在这一步起来 对吗 感谢观看